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在立法院历经朝野党团 连日来挑征夜旦之下 原本预计今天就要在院会中 进行表决的 没有想到国民党团不满 被民进党直指 刻意拖延 《烟害防治法》的修法进度 因此在昨天协商时 直接奋而离席 也拒绝签下总预算案的协商结论 眼看这个会期 延会直到星期五就要结束了 但是预算案还迟时在卡关 民进党团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宁在今天也再度为此道歉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宗 气扑扑不甩柯建宁道歉 因为不满遭民进党团 开记者会抹黑阻挡烟 害防治法修法 气到连总预算都不想省了 直接走人 坐在对面的一整排绿委 完全措手不及 场面超尴尬 一百一十二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原本有多达四千七百八十案 经过朝野连日来努力 只剩一百二十案保留 但国民党正下拒签总预算协商结论 一切恐怕退回原点 来不及周五立院本会期延会 最后一天通过 他们面子要 理智也要 还骂我们一顿 这什么执政党 既然不在乎 算了 我们就撤回 我们就倾向不言会 时隔一天 曾明宗还是狠气 扬言拒绝再言会处理 但其他人可是急跳脚 政治意涵 多过于实际的一个状况 能够赶快发信金 然后总预算赶快过关 最不需要的就是闹脾气 一百一十二年总预算 早该在去年底做审完 但却拖到现在甚至可能破局 事关政府新年度各项计划 以及内阁改组时间 眼看蓝绿双方将持不下 柯建民也再度向国民党海话 不要因为一个小事情 不签可以吗 他可以凑得了吗 造成一些误解 我可以道歉 这个零假的道歉 国民党团不接受 老同事能否坐下来好好留 就看柯总照 这番新意蓝营买不买账 这台笔组合报道